我覺得問題 恩親關係都很大問題 譬如先生不太接受我媽媽的態度對我 但是我應該都習慣了我媽媽那一套 我都算接受 其實我跟她傾訴的時候 希望她安慰我 但是我已經被我媽媽罵完 然後再被她打算安慰的時候 竟然又是得到罵我媽媽的感覺 我不是打算叫她罵我媽媽的 我只是想去安慰我 但是我覺得她又沒有理由這樣罵你 我覺得結婚這麼大一個人 都可以小孩子不斷罵 這樣就好像不太妥當 但其實我又想說給你聽是安慰的就成狗 我不是… 那一刻我也是很生氣的 不知為何她無緣無故又被人罵 但是那個罵你那人呢 你又不可以罵回她 那真是很穀氣 但是你穀氣穀敗在我身上 我雙重被人罵 我沒有 我沒有罵你 我只是說她 不是應該這樣罵人而已 但我感覺好像你在罵我 但我一點都沒有罵你 但你很生氣 她的感覺好像更加受傷 好了 在這個過程呢 發現了一個問題 大家在溝通中發現了一個問題 那問題呢 就是 的確是一個質問題 她的媽媽是會留她 而丈夫又很緊張 於是就會 都會 麻煩她媽媽 好了 但是太太的感受是這樣的 那這個是一個事實 好了 怎樣找解決方法 因為現在溝通就是想找一個解決方法 還有呢 你感受她的感受 就是第一件事 你感受她的感受 她很想你感受她的感受 那不如你現在試一下回應她的感受 那不如你現在試一下回應她的感受 就是第一件事 就是感受她的感受 然後呢 就為了一個將來處理這些事情的方法 那你試一下想一下你是她 你想一下她 你是她 她會有什麼感受 那你就試一下 把她的感受 把她的感受 那她就會覺得 你接受她的感受 那她就會覺得 你接受她的感受 我覺得 我很無辜 無緣無故都被罵 無故都被罵 那感覺很不舒服 那你不要用那個我字 那你不要用那個我字 你就說 我會想到是你 即是你用那個你字 但是呢 你就說她的感受 我會想到你呢 是你講 我會想到你很無辜 會很無辜 會很不開心 會很不開心 都是很心痛的 我都會很不開心 我都替你不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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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替你很 很心痛 都是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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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如何表達 是 OK的 你說我不知道如何表達都OK的 是的 但是我會知道你很辛苦 很心痛 我自己都替你心痛 我知道你很心痛 我都替你心痛 所以我都是很… 很… 即我不喜歡別人罵你 OK 好了 當你聽到她這樣表達時 你會感覺如何 其實 被人罵是不開心的 其實我只是想尋求安慰 由頭到尾 我都是… 只是想要安慰 我知道你不想人罵我 但是你不想人罵我的時候 你有老氣 有老氣的時候 你說出來的態度 我當然有壓力 OK 她剛剛說是有點不同 除了最後一句之外 她剛剛說 我感受到你的傷心 我都為你傷心 我為你心痛 她說這裡的時候 你有什麼感覺 這次好一點 因為她是去感受你的感受 如果在家裡 其實你就可以抱著她 可以說 我知道你很辛苦 我知道你被媽媽罵完很辛苦 但是我永遠都愛你的 我看重你的 這樣 這樣會舒服嗎 即是說 我知道你很辛苦 我知道你被媽媽罵完 我覺得很無辜 感受她的感受 而她說出你的回憶 因為那時候她想得安慰 所以你就不要說你很生氣 那些事 你只是說到 你感受她的感受 你的心裡面 都為她心痛 我都是愛著你 愛著你的 你在我裡面有安全感 我不會 我永遠都不會這樣對你的 我一定會令你舒服的 如果她這樣跟你說 你覺得怎樣 好很多 我只是想這樣 那你聽完她說 當你知道是這樣的時 你會覺得有什麼反應呢 其實很容易 是啊 是啊 很容易 其實很容易 其實很容易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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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那一刻 你要放下 一些你自己的東西 要專注在那個 感覺那裡 你說我 即是我 我要放下 是啊 我要放下一些東西 專注在她 在你的感覺 在那個感覺那裡 那事情 就容易解決了 不是事情解決 是什麼呢 就是她會被 她會被 她會被愛 是啊 被得到安慰 是啊 沒錯 因為那個目的就是 其實這個就是男女分別 因為男人是不需要 不是說不需要安慰 不過是少一點的 就是有人說 唉 不要管她 去看 打球 這樣做 沒事的 但是女性就很喜歡對方 去聽 就是男人我覺得 不明白為什麼要經常說話說話 就是覺得開心 就是我答不到她的問題 她不用你答 你現在明白 你不用你答 只是想你回應那個感受 就OK了 好了 現在講到這個 就是這個回應感受 然後講到 處理的問題 就是以後有這個發生 就是怎樣 其實剛剛都說了出來 其實那個處理問題就是怎樣 你再說一次 處理這一類的問題 這個是一個安慰 不過都有一些其他處理 你可以講一講 靈聽多些 靈聽深入些 就是不要用 對抗性的東西 我覺得 會先解決那個 那個 那個 心靈先 要先安慰 對 沒錯 那才再 再 再想一下怎麼處理 就好了 非常好 那你待會 開始明白這個 好了 有些什麼可以處理呢 有的 這個第一步 知道是這樣 那以後有這些事情發生 你都可以聊 有些這樣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想他怎樣做 除了安慰之外 除了些什麼 你們可以做一些事情 來面對這些事情呢 有些事情可以做的 就是的確有些事情可以想的 譬如下一次 如果預料你會見到媽媽 可能呢 就 做好一些預防工作了 那我們一起祈禱 要幫我們祈禱 對 一起祈禱 你知道呢 可能會去到那裡 就會被罵了 然後跟著他出來一罵 你知道第一件事 可能先抱著他 有我愛你 很夠的了 我知道你裡面 可能受到委屈的了 那時候呢 即是已經預防了 下一次有這個事發生的時候 就會知道 第一件事 是回應他的感覺 雖然這個很簡單 但這樣就已經 就會是 即是 原來我們男性 通常那個經驗 就是 容易會馬上想 怎樣處理 好了 都要下一步的處理 你的媽媽經常還你 那你記得輕鬆得性 那你兩個人 怎麼一起應用 輕鬆得性 互相幫助呢 即當安慰完了 祈禱完了 又怎樣去 給媽媽影響呢 那兩個人 其實你可以代表 我以前不是 《聖書》的說話嗎 那你可以代表 耶穌 或者是 丈夫的身份 跟祂說 耶穌愛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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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媽媽 是很苦劫的 很西良 你這樣呢 原諒祂的 你不要說你要 你要就變成做了 其實祂很可憐 威廉 不可憐 是憐恤她 憐恤她 感受她的感受 感受她的感受 就知道她很 其實很痛苦 我也很痛苦 於是呢 我們不用被她聯想 你是永遠寶貴的 我建立你 你的生命很重要的 就是這樣 就是你 將耶穌的說話 神的應許 告訴她 那你就一起面對 是不是 我也很愛她 其實 這件事很好 很大 你聽完有什麼感覺 很開心 很開心 這個是原來 你處理到 你告訴她 其實你都很愛她媽媽 也原諒她媽媽 這方面她又安慰你 其實你又可以 又回到前面 安慰她 其實我呢 一向都 因為我愛你的緣故 都很孝順你媽媽 其實我想用你呢 用我對你媽媽的態度 你對我媽媽 我就更加開心 這是一個指示性 我只想說 當你的丈夫這樣對你的時候 你可以怎樣對你的丈夫 都說一些安慰的說話呢 欣賞的說話呢 好多謝你愛我媽媽 好多謝你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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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保護我 和我一起面對這些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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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這個就是 讓她覺得她做的時候 你是很欣賞的 我請你餘把你餐開 會安慰了 你們都會讓我來 好幾乎 你們在餐廳 離開 離開 即興 離開 離開 離開